谁说光刻机一定要走荷兰那条路的 谁说一定要用细机材料才能生产出晶片 抛开桎骨 刹那天地宽 最近华为首次公开了石墨烯厂效电晶体专利 该专利是华为能够提供一种石墨烯厂效电晶体 透过提高元件的输出电阻 从而增加晶片的工作效率 这标志着国产晶片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起点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 在当今时代我们大多数都在使用细机晶片 那么石墨烯镜片究竟是什么呢? 可以这样来理解 如果把晶片比作一座建筑物 那么晶体管就相当于建造这座建筑所需的砖块 而所有这些建筑构成了我们的资讯社会的基础 简单来说 电晶体的数量越多 晶片的运算速度就越快 过去 电晶体的制造主要使用细这种材料 因此称为细晶圆 而石墨烯晶圆则是使用石墨烯作为材料 来制造电晶体 从而制造晶片 那为什么不继续使用细晶体管 而要研究石墨烯晶圆呢? 原因在于受到摩尔定律的限制 目前细材料晶片的最小尺寸 大致在2奈米至1.5奈米之间 再继续缩小就变得非常困难 为什么难以实现呢? 主要原因在于细的一些特性限制 如果电晶体变得太小 故障率会急剧上升 同时也变得极为困难 难以有效控制数以百亿计的电晶体 在晶片中协同工作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种方法是使用碳来代替系制造电晶体 为什么要使用碳元素呢? 实际上这与碳元素本身具有许多出色特性有关 与细相比 碳晶体管具有更低的能耗和更高的效率 来举个例子 使用碳奈米管制造的电晶体 其电子迁移率可以达到细的1000倍 简单来说 碳材料中的电子表现更出色 此外奈米碳管中的电子具有非常长的自由层 也就是说电子在其中更自由地移动 不容易发生摩擦并产生热量 由于这些基本优势 即使不像细电晶体那么小 用碳制造的电晶体 也能够达到相同程度的性能 根据目前的技术发展 一旦成熟 碳机晶片有望将机体电路技术 推进到比3奈米更小的节点 其性能将超越细机晶片的性能 提高了10倍以上 除了碳晶体管具有更低的功耗和更高的效率之外 对于中国而言 研发碳晶体管还带来了额外的好处 这意味着整个晶片制造技术 得到了彻底的改进和重建 每个人都回到了起跑线上 甚至以前限制着我们发展的光刻技术 现在也可以避免使用 从而大幅降低了技术要求 半导体产业是人类工业史上独特的领域 使用沙子制造细晶体管 在18个月内晶体管数量翻倍 在晶片技术方面 要完全追赶美国并非易事 然而碳机晶片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状 它代表了一次技术上的质变 无论过去的差距有多大 一切都从头开始 可以说是惊人而雄伟的突破 除了华为在石墨烯材料领域的突破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也成功制造出垂直结构电晶体 此外我国也率先研发了8寸石墨烯单晶晶圆 有了这些努力 石墨烯晶片不再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正如俗话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旦激起千层浪 华为公开石墨烯晶体管专利 意味着中国科技企业 在石墨烯晶圆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我们在晶片领域的目标不仅是实现突围 更是要超越曲线 这次任何人都无法阻挡 我们相信随着国产科技企业不断努力发力 我们必将开辟新道路 迈向一个全新的晶片世界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在突破晶片等限制因素的竞赛中 中国正在全速超车 开辟出一条生气勃勃的道路 新型晶片需要全新的材料和工艺 现有的研发设备可能会大打折扣 中国目前掌握最先进的研发优势 尤其在碳基半导体研究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以北京大学彭练毛团队为例 他们自2000年起就开始研究 使用奈米碳管制备机体电路的方法 并且取得了重大成果 2017年1月 该团队成功研发出高性能的5奈米碳奈米管 这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小的高性能晶体管 综合性能比目前最好的细机晶体管领先10倍 超越美国技术一大步 今年彭练毛团队也开发出全新的纯化和自组装方法 并利用此方法制备了高密度高纯度的半导体阵列 奈米碳管材料 此外中国也在石墨烯领域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 石墨烯被称为世界上最轻最强最薄的材料 目前它奈米管的制作就是将石墨烯卷曲而成 中国近年来在石墨烯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 进入了世界石墨烯研究领域的前列 申请的专利数量居世界首位超过美国、韩国和日本 面对无法超越细机晶片的局面 中国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来取代 目前中国的整个晶片技术产业链 面临关键性的问题及缺乏核心技术 无法在晶片材料、设计和生产制备等方面 实现完全自主可控的技术 因此 中国正从石墨烯晶圆的材料研发开始逐步推进 以全面掌握完全自主可控的晶片技术 为中国人打造自主可控的晶片技术提供了重要的路径 基础研究对科技战争至关重要 它是一场没有流血、没有刺刀却更残酷的战争 任正非曾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他关注加强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教育 使中国科技能真正实现由量变到质变、大突破的目标 任正非多次强调华为之所以在通讯领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 主要归功于长期以来在数学人才方面的大量投入 他指出在过去的30年中我们真正的突破是在数学领域 手机系统设备的发展也是以数学为核心的 而石墨烯和碳基晶片被视为未来20年全球最前沿的基础研究和高科技领域 目前全球几乎所有顶尖高科技公司都在竞相研发和争夺这些技术 然而今天美国人可能没有想到 中国的科学家团队终于在这个最尖端的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诸如IBM和英特尔等公司 如今全球可能都没有预料到 中国这个原本不引人注目的国家竟然在后来者中崛起 率先研发出了全球最先进的8寸石墨烯晶圆 使中国的碳基晶片研究进入国际领先梯队这项突破性的成就 不仅展现了中国科技实力的快速发展 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在创新领域具有巨大的潜力 今天 任正非可能因此高兴到难以入睡 他曾强调科技是克服贫穷和追赶落后的强大武器 而中国正以其坚韧的创新精神和勇气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 不论是在石墨烯晶片领域的巨大突破 量子卫星的太空探索还是天宫二号的成功发射 这些成就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中国在基础科研方面的不懈努力 以及追求科技领域最高峰的精神 中国的科技实力日益强大 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不只是石墨烯晶片的问世 中国在人工智慧、5G技术、高铁建设等领域 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 这些科技突破不仅使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 也为中国经济的永续发展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支持 尽管受到美国的打压 中国坚定地捍卫自身的科技独立性和创新能力 代表中国民族力量 以中文命名的强大科技成果 仍然不断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来 这一系列成就的背后 是无数科研人员默默付出的汗水与努力 他们用智慧和才华写着中国科技的壮丽篇章 中国的崛起并非偶然 它是多年来全国各级政府 企业和学术界共同努力的成果 中国正逐渐从制造业大国转向创新大国转变 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之一 中国的科技发展不只是为了追赶 更是为了引领未来 当我们回顾中国科技的崛起历程时 我们看到一个勤奋而自信的国家 一个敢于挑战极限追求卓越的国家 中国正以创新的力量改变世界 开启一个崭新的科技时代 如今全球都不容忽视中国的存在 因为它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在未来 中国将继续在科技领域迈向更高峰 探索更广阔的未知领域 无论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还是解决全球性挑战 中国都将以创新为驱动力 为人类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全世界都期待着中国科技领域的下一个伟大成就 而中国正在透过实际行动 来展示自己的价值和使命